最近,美国婴幼儿呼吸道荷包病毒感染病例激增 但预防感染这种病毒的疫苗自10月起供应持续紧张 白宫12月7日表示 政府官员已于近日会见了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等三家疫苗生产商的代表 敦促他们迅速采取行动 以满足今年冬季疫苗接种需求 不过,美国CDC的疫苗顾问透露 生产这种疫苗需要约9个月 美媒认为其耗时较长 企业想迅速扩大产能并不容易 针对近来中国企业大量涌入墨西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2月7日宣布 墨西哥和美国已同意成立一个有关外国投资审查的工作组 对涉及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数据的外来投资建立审查机制 避免供应链安全疑虑所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 耶伦表示 增加与墨西哥的接触将有助于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 同时监测和处理安全风险 他强调 美墨两国间投资资讯的交换将由先前的某些金融单位点对点咨询 扩大到全面性的交换 对抗金融犯罪 工作组将交流对监控投资方面的技术专长和最佳实践 墨西哥财政部长罗赫略·拉米雷斯·德拉奥指出 该协议的签署表明了墨西哥对投资议程的承诺 该议程几年来一直需要更新 美国近年来通过这种方式向盟友施加压力 加强投资审查 该协议没有提到具体的国家 当被问及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时 耶伦表示 需要有适当的国家安全审查 如果不构成国家安全关切 绝不反对中国在墨西哥投资和生产 将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 南加州圣地亚哥高等法院12月7日警告公众 当地近期出现了十分猖獗的陪审义务诈骗 法院用以下例子描述了第一个骗局 一个自称是圣地亚哥市警局 或圣地亚哥县警局警官的人 打电话给约翰多一 打电话的人告诉多一先生 他没有履行陪审义务 并被令支付300美元的未出席罚款 和485美元的藐视法庭罚款 对方有逮捕令 这名假警官告诉多一先生 如果他不支付这些钱 将被逮捕 然后骗子给了多一先生 另一个出席陪审义务的日期 但声明他们需要先见面 这样多一先生才能支付罚款 多一先生被要求去一家便利店取汇款单 因为法庭不接受现金 支票或信用卡 最后 多一先生被告知 要带着钱到法院 与该警官在办公室外见面 这并不是唯一需要注意的骗局 法院还指出 第二种骗局涉及一个人 自称是法院书记员 打电话给某人 告诉对方 他们有一笔未付的罚单 需要用现金支付受害人 被告知到法院报道 并去法院的公共信息终端机 去见该法院书记员 圣地亚哥高等法院的执行官 麦克尔·罗迪说 人们需要知道 法院不会打电话给某人 来纠正法庭问题或罚款 法院会发给你一份书面通知 不会打电话向你要钱 此外 法院也接受支票和信用卡 所以没人会坚持 叫你用现金支付罚款 中国外交部领事司12月8日宣布 2023年1月8日 对新冠病毒感染 实施以类仪管后 中国政府持续优化外国人 来华签证和入境政策 促进中外人员往来 作为临时措施 中国驻外使领馆 自2023年12月11日 至2024年12月31日 按现行收费标准的75% 收取来华签证费 具体情况可向中国驻当地 使领馆咨询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当天公布消息称 调整后申请中国签证的签证费为 美国公民的签证费是140美元 第三国公民在美国申请签证的 费用按照入境次数的不同 收费标准也不一样 最低23美元 最高68美元 记者的签证费为171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 新政策从12月11日开始实施 在这个日期之前提交的签证申请 仍然按照原标准 及美国公民180美元收费 此收费标准适合普通件 加几件每件加收25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